觀眾朋友 在立法院不分藍綠黃 立法委員 集體疑似收會的案件 這件事當然在政壇 以及臺灣民眾之間 造成非常大的衝擊 這件事情真的叫做 我今天寫了一個這個主標 講起來真的很悲哀 談青年的時候 疫症遲延 拿黑錢的時候 是叫做不分黨派 不分藍綠 甚至連黃 對大家來講 衝擊驚嚇度最高的 就是時代力量 當時時代力量 在三一八學運之後 憑著所謂的新的政治文化 新的政治氣息 新的政治想像 參與臺灣的政治 時代力量當時在立法院 成為第三大的政黨 許多人民說 這都是一個年輕人 滿懷著理想 滿懷著抱負 想要做一些改革 想要做一些衝撞 在臺灣的主體性 在所謂的未來新的政治性上 給大家很多的期待 跟想像空間 但這一次 最新的消息是 包括時代力量 在臺北市的市議員 黃玉芬跟林穎夢 剛剛在下午的時候 已經宣布 退出時代力量 另外就在傍晚的時候 時代力量的 所有的決策委員 也決定要全部總持 這件事情當然對時代力量衝擊很大 但是對於民眾 期待一種新的清廉政治 期待一種具有理想性 熱情 但是呢 不會像舊的那個時代說 大家都黑白 三黑白 這一種所謂的 染鋼的政治文化 恐怕那個衝擊 跟失落感會更大 今天再來談 所謂的立委的集體 收賄疑雲 談談對政治的衝擊 介紹四位特別來賓 首先歡迎是民進黨 不分區的立法委員 范雲 范老師你好 主持人好 觀眾朋友大家晚安 再來歡迎是臥草 臥草當然是長期在關心 國會的一些文化跟表現 臥草的共同創辦人 林祖宜 祖宜你好 主持人好 各位觀眾大家好 資深的媒體人 邱美玉 大家好 這也算年輕的從政 充滿了滿懷的理想 臺灣激進新聞部的主任 張柏洋 柏洋你好 主持人好 觀眾朋友大家晚安 不過看到這樣的畫面 真的是不勝唏嘘 在昨天晚上包括說呢 有三個現任立法委員 羈押 禁建 以及時代力量的 許永明是八十萬交保 那有些立委呢 就已經上了手銬 上了警備車 或叫求車了 我們來看看這個畫面 對社會真的衝擊很大 四號晚間七點多 雙手上銬的立委 蘇建青坐上求車 隨後立委廖國棟也帶著手銬 快步走上車 泰流前董事長李恆龍和立委 陳超明也都沒有面對鏡頭 四個人坐著求車前往台北看守所 國會跨黨派立委集體貪污案件 積壓庭訊問長達五十三個小時 四號台北地方法院作出裁定 除了時代力量前主席徐永明八十萬元交保之外 其餘被告全都積壓境界 其中包括民進黨立委蘇建青 他的辦公室主任余學陽 國民黨立委廖國棟 他的辦公室主任丁富華 國民黨立委陳超明 還有泰流前董事長李恆龍 以及疑似擔任白手套的郭克明 北院則認定蘇建青 廖國棟和陳超明身為國會藥酒 社犯貪污金額龐大 而且比對監聽議文都有不實陳述的情形 更無法排除金流存有對價關係 涉嫌重大 而且現今網路通訊軟體發達 容易秘密溝通 勾券 因此有羈押的必要 而至於徐永明則是跟對方約好要交付費用 金額不明 只有契約行為 檢調查出 多名涉案現任和卸任立委 涉嫌收受泰流前負責人李恆龍匯款 協助推動修訂公司法第九條缩購條款 並對經濟部施壓 李恆龍涉嫌自民國一百零二年開始 透過郭克明等人行賄 其中蘇建青最多 涉嫌行賄超過兩千萬元 其次 飼料國棟超過八百萬元 陳超明 徐永明都有大約兩百萬元 賄賂的總金額高達三千七百五十萬元 不過這幾位涉案被告在接受訓問時 全都否認犯刑 國會立委涉嫌收賄 繼前立委陳唐生 立委趙振宇 分別以五十萬及一百萬元交保後 又有三名現任立委遭到羈押 多名被告間的金流往來 翻譯聯絡以及對駕關係 都將有待檢察官進一步釐清 記者綜合報導 不過范老師 我無意去說那個 讓您去那個質疑現在民進黨的一些問題 但是您長期從事不管是血運 黨外運動 社會運動的參與 後來您加入了盛民黨 那是在最近您才加入了民進黨成為民進黨的不分區立法委員 這一件事情當然對民進黨傷害非常非常大 但您都會認為很意外嗎 您會認為說這件事情是一個純粹只是蘇正清一個人的問題 而不是整個黨的形象 配上去 對 先講就是說 當然我想剛剛我們主持人講得很小心 是說疑似 不過現在就是說整個大家覺得裡面應該是有蠻大的問題 只是說目前的證據 我想他其實對所有的政治工作者傷害都很大 那特別是對立委 那政黨的部分 我會覺得對時代力量跟對民進黨傷害都很大 那國民黨部分也有傷害 可是特別是實力跟民進黨 實力是因為他是小黨 就像剛剛講我是社民黨出身的 那當時小黨為什麼還會有支持度 就是因為對大黨的不滿 不滿有一部分其實就是覺得是貪腐 或者是說跟財團走得太近 大家有一個懷疑在喔 那這是一部分 那對民進黨的傷害 主要他是執政黨 然後就是說 所以你會腹背受敵 而且蔡總統這兩天用非常高的 就是說聲浪再講 就是說升官發財 請走他路別路 其實就是在就是說擔心這個部分 因為大家都記得阿扁 那個時候在任期的八年 最後為什麼民調支持度這麼低 還有那個洪山軍 其實就是因為貪腐的問題 所以這個對民進黨 或者對蔡總統是前居之見 那回來講就是說如果說我沒有 我是沒有到很意外 可是還是還是蠻難過的啦 因為就是當你看到你的同裁 就是說因為我們立法院都是同事嘛 遇到這樣的情況的話 我想這幾天所有的立委都非常的 所以我覺得氣壓都很沉重 就是對民進黨朋友當然也是 因為覆巢之下無完卵嘛 整個民進黨情勢不好 我們先講 不要講別的部分 可是我會回來希望就是說 除了我們在道德上 跟各政黨內部規範 我們現在看到好幾個政黨 都是說平權 那要不要進一步就是說 除權可能就看這個司法的盡多 那我是希望回來講 就既然我們是立委的話 那我我尤其是念社會科學出身的 我就不會只是告訴大家說 我們道德標準要很高 我是希望能夠去處理說 在法律制度的部分 未來我們怎麼去降低這樣的問題 因為其實新興民主國家 跟威權國家很容易貪腐 那可是威權國家也有可能可以控制 就是說有一部分的清廉 可是新興民主國家 特別容易遇到貪腐的問題 特別是在社會變化很快的時候 因為我們對民主 這個遊戲規則還不熟悉 那特別是以臺灣來講的話 選舉其實需要 或是各個國家選舉 都需要花大錢 那所以我會覺得有兩個部分 是我們在立法跟修法制度規則上 應該改變的 那一個就是最近講很多的 貪污治罪條例 就是說如果你去看 之前的立委收會案 其實最後被判刑確定 因為他也可以上訴的人非常少 就是說那為什麼 還有兩個問題 一個是對價關係 另外一個就是職務行為 怎麼定義 那這個部分就是 是法律的攻防 那我認為就是說 目前的貪污治罪條例 用官員的部分比較清楚 可是民意代表的話 其實有他的模糊地帶 那應該針對民意代表的部分 能夠修得更仔細更精確 所以您會率領提案去修貪污治罪條例 對我會覺得 因為這個部分 我的辦公室還在研究 我想我這個部分 的確有需要改變 那就是說 我也會希望能夠提出 這個部分 貪污治罪條例 針對對價關係跟職務行為 譬如我這兩天去看英國的國會議員 他們就沒有要到對價關係 他只要你跟人家 期約了就已經算 就你不能跟人家有一個約定了 因為對價關係 還說你有沒有職務 有沒有做出行為 然後最後我們拿到錢 我們講這個對價 可是英國的規定 就是說你有這樣的一個 期約本身就是說 也就是你拿了李恆龍的錢 對 然後你說我會修改公司法 這樣子就是違法 是甚至就是說 你答應了他 你錢都沒拿 就是說這個部分就有問題了 所以所以就是每一個國家的規定 就是說不一樣 可是臺灣這個部分 就是說法 對最後的工房 就是要找對價關係 所以你會看到說 有人說賭債 是不是政治獻金 沒有登記的政治獻金 這個模糊地帶很高 所以會讓他法律工房貪污罪 最後很難判刑確定 所以我想針對民意代表的部分 因為我們民意代表的範圍很廣 我可以到所資 我們辦公室要求所資 然後就是說 其實就有可能對某個廠商有利 對不對 就是說所資到質詢 到就是說連署法案 然後就是到辦公廳會 甚至我只要在這個法案通過的時候 我不表達反對 我什麼事情都沒做 我只要不要講反對 其實就有可能對誰有利 所以我覺得就是說 這個部分應該要針對立法委員 或是說不只立委 包含地方的議員 民意代表應該要有更嚴格的規定 讓他不要那麼容易逃掉 那大家 民進黨如果要換回民眾 對他的信心 就是要積極去修貪污治罪條例 把立委的職權的範圍 講得非常明確 所有的民意代表 因為他貪污是針對所有的官員 加民意代表 可是我剛剛講 民意代表 其實他的職務行為的認定 很廣泛 是 然後如果你要有嚴格的對價關係的話 因為我們又講 我們也有政治獻金 因為政治獻金 你只要都合法登記的 可是就像我剛剛講 我只要不表達反對 那其實也是一種幫助某一些人 那芬老師 我不知道這樣會不會有一點為難你 就是說 蘇政卿對外 或是他的助理對外的說法說 那兩千萬是李恆隆拔罵 李恆隆不會拔罵 所以這算嬌小 所以李恆隆是捧著兩千萬 還欠蘇政卿的賭債 這件事您能認同嗎 您會認為說 就算法 也許最後無法定罪 在道德上 您如何看待您的立願同僚 這樣的一個說詞 其實我自己比較不傾向於 來跳來個案講他的說詞 我只能講說 這個部分對一般民眾來講的話 大家會覺得蠻難相信的 就是說無論這個 到底是真或是假 其實就會對 就是說形象上 執政黨的形象就有傷害了 就是那我個人 並不知道這是真是假 因為我不是法官 而且這個過程中 我們也看到很多假新聞 新聞有時候後來 就是說法院又出來反駁 那所以我剛剛講 第一個是說針對貪污治罪條例 有必要針對民意代表做更精確的一個修正 第二個就遊說法 因為大家都講 我們其實有遊說法 可是遊說法 我們在立法院裡面看到 他執行成效不章 這兩天我也來仔細看一下遊說法 我覺得這個遊說法 他的主管機關是內政部 主管機關是內政部 內政部要被我們立委監督 那你覺得內政部會嚴格執行 遊說法嗎 所以他這整個的設計也有必要針對修法檢討 譬如說就美國來講 美國是一個遊說法登記的很強 但他有點針對專業的公司 其實像我們這次看到那個白手套 就是專業遊說公司嘛 他寫得很漂亮 說降低就是說什麼立法 跟什麼之間的資訊不對等 可是他其實就是我們定義的專業遊說公司 那這些部分其實一切都要很嚴格的規定 你做一個這個公司的員工 你都要定期就是說去告訴有關的單位 你接觸了哪個立委 然後這個部分一切公開透明 就算你是幫槍支管制遊說 可是也要公開透明 剛剛范老師說的包括遊說法 包括我們說政治獻金法 包括我們的財產來源不明罪 以及貪污治罪條例 說實在都辦不到立法委員 也就是說當初我們一直在說 一定要什麼陽光三法 陽光五法 甚至陽光九法 這些陽光是照不進去立法院的 不過我再請教一下主義 您長期也在關心國會的一些發展 那那時候我們一直在談說 財產來源不明 現在是說你只要說沒有 這嬌囂財產很明 沒有不明 這是還賭債 或說沒有這是借貸關係 所以你要用財產不明 是沒有辦法定他的 康污治罪 所以你只要說沒有 我拿錢沒辦事 我沒辦事 你就沒有對價關係 或是這明明我開公聽會 開記者會修法 就是我本來就要做的 然後再來是說 你如何說 這個叫我違背我的職權 這個都很難定到他 那我想問的是說 對於長期 我們在要求清廉政治 這一次由李恆榮 所送錢的集體立委貪污案 難道不是一個非常大的諷刺嗎 今天對於 今天對於我們來說 我們在二零一四年二月 我們開始上線了 鬼武創這個專案 然後來為大家直播國會 那一路到現在遇到這樣的事情 其實對我們來說 真的是非常的失望 因為我們就覺得說 今天政治人物 今天我們清廉 然後以及我們今天是要好好的 為人民做事情 這應該是一個非常基礎的一個 應該應該有的一個特色 然後不應該是會出現在立委身上 那當然就是回頭 回到可能我 例如說我個人小時候 爸媽都提到說政治是很黑 很骯髒的 然後再來的時候會有提到說 可能會有許多的 這類型的狀況發生 那現在的確就真的是見證了 所以說那這樣的話 我覺得說 當然對我們來講的話 我覺得是許多的震驚 甚至也包含到說 可能會影響到的許多的政黨 然後再來之後 以及我們可能對第三勢力的期待 但我本身來講的話 那我則是說 覺得說那這也是一個 我覺得很 一個很好的事情 因為至少說今天就是 檢刀單位是敢打老虎 今天是敢把這件事情提爆 那接下來的時候 後面也是 我也還是很期待說 其他的委員都很乾淨嗎 那 那能不能夠再找到更多人 那以及也很實際 如果像是 光是以今天的節目為例好了 現在我們開始在討論說 我們這些陽光無法 是否能夠做到 是否能夠做到事情 那是否能夠造進立院 那現在就藉由這樣的貪污案 導致說這個法規 是真的能夠被討論 然後更進一步的 那我覺得我們民主 民主的這個制度 我們比較辛苦的就是 我們會不停地需要 不停地需要的滾動式的 在許多錯誤之中 找到更好的答案 所以你會認為說 走了這麼一圈 證實你的爸爸媽媽 還是聰明還是對的 就是政治很髒 然後我們再期待一個新的政治文化 再期待一個青年政治 實在是大家太天真活潑又可愛 這邊 我會覺得說 就是我們 我們沒有辦法期待 是某個政治強人 或是政治領袖出來做 出來為我們公民們做到所有事情 還是要仰賴的是制度 例如說像我在過去的時候 我可能會推罷免的這個法規 就是因為我會覺得說 要有選舉案罷免 那這時候有個良性的循環 那這時候讓好的人被選上 那不好的人有罷免的機制 那透過制度來解決這些問題 那目前的話就變成是說晚點 就可以繼續討論 可能例如說光是以遊說法為例好了 其實很有趣的是 臺灣是整個世界第三個 就有遊說法的國家 其實我們在這邊 好像走得很前面 可是最後一路到現在 可能一路到今年的六月左右 整整這十三年來 我們遊說法和立法院有關了 只有三百 三百一 三百一十七件 那這跟立法院每年通過上百個法案 這顯然是非常不成正比嘛 那對於說這些法規 是要能夠如何落實 那在現在這樣的時刻 又成為一個大家會討論 討論這些制度的時候 變成說我們不只是 只有罵貪污的政治人物 而是我們更進一步的反省說 我們的制度能夠如何的 進換前進 學習這些教訓 等一下還要再請教主義 在制度問題 不過我補充一下所謂的游稅法 游稅法裡面有一條是針對 規範民意代表 如果民意代表 為他自己的利益 或是他配偶的利益 或者是他親屬 或是他助理的這些投資的股票 或者是營業事業 去游稅的話 罰多重呢 罰五十萬 你知道 他如果敢游稅 那個利益可能都是幾千萬 幾百萬 甚至幾億的 但我們的罰則就是五十萬 而且要抓到 那我想問了一點 就民意我覺得完全換一個角度 現在大家把李恆榮罵到臭頭 李恆榮當然不是所謂的那個什麼 溫良公檢讓的人 他不是吃素的 但我想問李恆榮給錢 立委拿錢 這百分之三百錯 可是還有另外一件事情 如果事前雨入均沾式的撒錢給政黨 給立委 也許美其名這叫政治現金 是 難道他就是百分之百的對嗎 我們來看看 我們在前天有很快 簡直在這個所謂的收購股權爭議 總之呢 就是張明強的股權呢 被李恆榮吃掉了 李恆榮的股權呢 被徐旭東吃掉了 或是這個主導權 被徐旭東吃掉了 好那李恆榮就是不完嘛 所以他就是要拿錢給立法委員說 你要去修改公司法 要塑及既往 如果你登載不實 觸犯刑法 所謂的偽造文書罪的話呢 你要撤銷他的真資登記 總之就這一段 好如果李恆榮給這四個立法委員 是絕對的錯 那徐旭東遠東在選舉期間 合法的給政治獻金 那也許這中間會使得遠東的真資案 在立法院的修法 可能比較對他有利的傾向的時候 這是絕對的對嗎 絕對的沒問題嗎 你講到這個是一個很大的爭議啦 話說就是時代力量在這個搜索前 就有大政仗開了一個記者會 也是針對遠東的徐旭東 他就講說徐旭東在這個選舉的時候 花了六千八百萬 就打點了四十幾個藍綠的這個立委 那最後有二十五名立委 就進了立法院 所以他就合理的懷疑說 那你徐旭東這樣子大撒幣 雖然是政治獻金 確實是有都有登記 那你二十五名立委進了立法院之後 你會不會幫他旗下的雅尼 你這個礦業法實施不過 會不會就是說有這樣子的一個關係 這這所以這個就是你講到的重點 就所謂的這個所謂的政治獻金 跟你這個所謂的立委到底是是是怎麼樣 所以我必須要講 因為很多現在這個包括什麼蘇正卿 這個案子都還在進行當中 可是大家我會覺得說現在檢調 或者立法法院有點是雷聲大 雨點小 大家會有點失望 這兩個層面來講 第一個層面是說剛剛這個范宇老師有提到 就牙醫師工會跟這個中藥商行會案 你知道當時這個牙醫師工會 前前後後纏送了十七年 六名的立委到最後是無罪定驗 那你像什麼之前還有什麼趙永青 趙永青也在這案子裡面 現在人家都當監委 不知道當幾年了 那中藥商行會案到現在纏送了二十二年 八名立委起訴 現在只有唯一一個秋垂針 跟四審三年十個月還可以再上訴 所以這件事情就是說 我還是比較悲觀啦 就是說這個這個案子 現在看起來高舉的大旗 臺灣史上第一次收押這麼多名立委 可是你經過可能十幾年 二十幾年的纏送之後 會不會這些立委通通都無罪 那主持人你一定會好奇說 奇怪不是已經說罪證確鑿 什麼都拍到交付啊 什麼這個錢的畫面 還有什麼廖國棟拿皮箱啊 什麼趙正宇 那個什麼拍到什麼錢丟到 他助理的這個這個什麼車子裡面 講的那個非常的天馬行空 當然除了啦 我這個部分也要檢調 我覺得要負一個責任 包括就是說當時檢調 放消息出來 在許永明的家裡收出三百萬 後來出來否認 就檢調說這個跟事實不符 這個是不是之前先放消息 然後故意要操作風向 這個我當然會覺得有一個疑義啦 那第二個就是說為什麼 就是好像你從牙醫師案到中藥商 這個行會案一直到現在這個案子 大家都會覺得說你不是都已經罪證缺 找什麼金流啊 什麼蘇正清兩千萬 講的好像這個煞有其次 那到最後為什麼都可能判不了刑 當然第一個啦 就是說願以立法院是何意志 還是強調那個對價關係 你立法院是何意志 你必須要證明說 譬如說你說陳超明或是廖國棟 你開這個公廳會 你到最後能夠讓這個法案去通過 你能證明說你這個是會有一定的關係 你是不是有可能開場東京會 然後這個法案通過 那這個公廳會跟這個法案通過 中間是不是有什麼所謂的連結 你必須要能夠去證明 有多少的因果關係 那因為立法院是何意志 那就算我今天我收了錢 然後我幫這個法案 我很用力的遊說 這個法案過 是因為我的關係嗎 因為大家要知道說 立法院是何意志 不是只有我一個人敲錘子說 我這個法案過了 我簽 簽法案過了就可以過 你還有其他的立委嗎 所以變成說 你要中間去遊說 你要去說服法官 你能不能採信 所以為什麼說很多的這個案子 像牙醫師公會或是中醫師 你到最後纏送了十幾年 這些立委到最後都是無罪的 所以這個政 所以我覺得要去對 所以那個意思就是說 在現行的法律下 立委拿錢叫天經地義 理所當然 而且法網會會逍遙法外這樣 以現行 我覺得以現行的法律 確實是蠻難的啦 因為我剛剛講的這麼多 你要辦公廳會跟你這個法案過 跟這個廠商 你有什麼樣子的利益糾葛 你要花很大的力氣去證明 但目前為止 我們以牙醫師或中藥商 這案子看起來 這個檢方雖然大動作去起訴啊 什麼的 到最後還是無罪嘛 但無罪 會就表示在道德或政治上過得了關嗎 譬如說 當然很多人會覺得說 譬如說與徐永明老師啦 或是說像趙正 趙正義 委員這些 那你當然就是社會觀感已經很差嘛 因為現在這個案子爆得這麼大 那也許他們的政治前途就此沒了 可是我回過頭來啦 如果他本來社會形象就不是那麼樣的所謂的 可是不能這樣說了 因為我覺得還是物亡物縱啦 如果這個案子過了十幾年之後 全部都還是無罪呢 那問題是他們 他們的這個政治生命也就沒了 你也很難再去還他清白啊 對不對 那所以當然我們在討論這個個案 我當然是覺得說臺灣的法律啦 你知道說政治先進法 你像我最後講 像陳超明 陳超明或者是陳唐山 陳超明他有寫 他的政治先進是來自李恆龍 他的那個一百萬政治先進 他有明寫是李恆龍 可是你看法官為什麼還是把他擠壓 這個未來會在法律上 我覺得是一個最很爭議的一個工房 像陳唐山他也明確地表示說 他幫李恆龍講完之後 李恆龍給他三十二萬 當作一個助理費 他也在財產申報上面 也就登記了 所以這個東西 你到底能不能就是說 讓法官最後在判決過程當中 你能夠連結到說 你是不是跟你的利益有相關 因為我申報啦 我申報政治獻金啊 大家都看到啦 所以我這個這個還是會在法庭上 一個很重要的工房 那不一樣我想請教 這件事情對於你們新興的小黨來講 真的 靖地太過黑暗 你們還認為自己如果變成大黨 你們可以保持清白之身嗎 我想是這樣 就是說在這個環境之下 我引述一下 阿輝博說過 他的政治哲學 就是說你要喝一口髒水 然後吐一口清水出來 那你至少說 在整個政治的環境的汰換之下 你必須要有很多新的力量 新的人物 那新的理想代表改革的力量 進到這裡面 然後慢慢的讓政治變得 他是循環式的 所以我們不會永遠 我們沒有辦法去期待 政治變成一盆完全乾淨的清水 我們只能確保政治 他是流動性的 所以在裡面有包袱的人 他慢慢被淘汰掉 而沒有包袱的人會進到這裡面 這有點像剛剛主義 所謂的那個循環 那為什麼在這個案件裡面 非常多人在那邊說什麼 那個錢拿的是 為了要做選民服務 有人說是還賭債 其實他說是為了要在法律上 避免掉所謂的對價關係 當我的錢是還賭債 或者是選民服務的時候 就沒有對價關係 所以他可能可以在法律上 逃避掉法律的責任 但是政治的責任 但是民主的責任 你破壞民眾對你的信賴的時候 你要怎麼來告訴這些 曾經相信過你的選民 因為我們看政治的制度上 為什麼我們需要帶意識 是因為人民永遠跟法律 或政治會有一定的距離 所以我們需要一個中介者 來把這些比較複雜的事情 做一個轉譯 甚至是說把民眾的聲音 帶到立院裡面 進行一個討論 所以我們才會有所謂的核議制 但問題就是說 今天民眾把對你的信任 然後投票給你 讓你當代議事之後 你既然成為那個 知法玩法的人 成為那個牌桌上的人之後 你就忘記了選民 對你的托付 我想這個是這一次事件當中 不管是民進黨 國民黨還是說時代力量 他們所讓人民最難 最最感到難過的事情 那再來就是說 民眾對於政治失望之後 那接下來後續的效果 是非常無法想像的 因為像我這幾天 有被民眾講過一句話 就是說有選民在問我說 第三勢力的 這是時代力量的事情的時候 他說一句話 他說你們第三勢力 是不是都一樣 那代表什麼 代表說 他們曾經在國民黨執政的時期 他們相信民進黨 所以他們跟著黨外運動 一路起來 到了陳水扁的貪腐案的時候 他們又再度的被政治給拋棄 後來到第三勢力的時候 他們又曾經相信這一群人 可以改變臺灣的政治 但是到了這次 許永明老師的事件的時候 他們又發現說 原來第三勢力 也會因為這樣子的案子 而讓第三勢力 就是這個招牌蒙城 所以這個我覺得 從頭到尾 他都不會是一個 單純的法律問題 反而很多的是 民眾對於政治的信任 被打破了 那再來我要講的 就是說 這次的法律責任 跟這次的政治責任上 其實今天才有發生 就是說時代力量的 五名的這個 他們所謂的決策委員 然後跑到許永明 他被放出來走保釋之後 這交保之後 他跑去現場去接他 那這個問題就在於說 你沒有辦法確定 他到底現在已經是無罪了 還是怎麼樣 可是你跑到現場去接他 那個畫面是非常讓社會震驚的 因為你們是用 你們五位的這個聲譽 然後來擔保一位 你們的這個黨主席 那後來尷尬的是 這名黨主席竟然退黨了 那退黨表示什麼 如果說他今天真的沒有問題的話 應該是以黨來針對 這名黨主席做停權的處分 那等待調查 而不是黨主席離開之後 用倉促的一個止血的方式 那這個一退黨 反而造成民眾會覺得說 這件事情是不是有一個 越描越黑的這個狀態 而且曾經是 許永明曾經在去年的九月份 的時候 當時有一個立法院 有一個爭議 就是許永明把票投給自己 保送國民黨一起召委 當時他說什麼 當時他說 因為他不能把讓召委 讓給這個有掏空案 爭議的蘇貞卿 當時他是這樣說蘇貞卿 但沒有想到說 他現在他的案子跟蘇貞卿綁在一起 所以這個東西 其實在民眾的感覺 會覺得說今天第三勢力 確實我們帶著一定程度的理想性 帶著一定程度的這個想法 我們高談了非常多改革的一個擴論 但是我們遇到現實的困境的時候 我們竟然妥協了 那這個東西在在人民的 在一般民眾的看法 會覺得我們沒有辦法去接受 因為你會跟他們一樣 我這樣真的沒禮貌 我先跟你說聲對不起 但是您剛那一番 一陣辭言的說法 說實在時代力量 剛成立的時候 我也聽了很多 是 那當然我年紀沒有那麼大 可是當時從黨外 變成民進黨的時候 他曾經也帶給許許多多人 這樣子的一個期待 那我換個角度 憑什麼你可以說服社會說 臺灣激進或是其他的小黨 不會類似這種行情 當誘惑來的時候 我很快的就妥協 我很快就投降 我很快的就變成你剛剛說 被別人要吐掉的那一口髒水呢 好 這分兩個部分 第一個就是說 這個存在決定意思 你的存在基礎 決定你接下來會做什麼事 如果當你的選舉 不是靠著高額的選舉經費的時候 當你當選的時候 你會服務的是有理念 來靠近你的選民 也就是說你在選舉前跟什麼樣的選民做朋友 你當選之後 你就必須要為他們來服務 那臺灣激進在高雄 我們是曾經選到全臺灣只有兩個辦的政治 連黨主席都沒有薪水的一個政黨 那包含我本人也是在這邊 當了六年的志工之後 今年上班 在去年才來這邊上班 也就是說我們在選舉的時候 我們不斷地去挑戰現有的政治門檻 因為我們當我們發現 現有的政治門檻 變成有錢人的玩具 今天為什麼徐永明 為什麼 陳超明 為什麼這些人 他們可以跟這些所謂的 這個李恒龍 這些人在一個桌子上 然後他們在牌桌上 可以拿到這些錢 是因為我今天 如果要拿政商的這些人的錢 我們也要一定的信任基礎 比方說假設 假設說明運姐好 明運姐要給我錢 請我幫忙遊說什麼東西 那他也要對我夠信任 不然說他拿錢給我之後 我把他抖出來說 這個明運姐 他賄賂我或怎麼樣 所以基本上就是說 你跟什麼樣的人交朋友 你們的信任價值 你們的信任基礎在哪裡 那今天 臺灣激進黨在參與的時候 這些政商民 有從來不會拿錢給我們 原因是因為他們知道 我們不會幫他們做這些事情 那也是因為 你們在國會沒有任何席次 不是 我們現在國會有席次 但是因為我們參選的 對對對 謝謝 謝謝 我們在國會 我想問的就是 你們在國會也只有一個席次 時代力量 當時是一個黨團 是一個有影響力的第三大黨 對 所以說你的選舉的基礎 等於是你如果是花非常少的錢 跟別人不一樣的選舉方式 你不用去煩惱 你下一次的當選 你甚至不用去當選之後 你要想辦法把這些錢給賺回來 那你的存在基礎 不是來自於這種大筆的金額 而是來自於 比方說我們陳柏惟在選舉的時候 我們有非常大筆的這個捐款的數字 但不是錢 是比數 原因是因為我們所有的金額 都是來自於那種單筆的小額捐款 然後會計師做帳做到翻臉 但是就是因為是這樣 所以我們服務的 不會是大把大把的鈔票 而是來自每一個選民 他們從他們的日常生活當中 擠出來的寄託 無論如何我們還是必須對政治保持一定的信心跟期待 因為那個是決策所有的資源分配重要的機制 但所謂的那個新陳代謝流動 把壞的換掉 好的進來 好的也許很快就變成壞的 也許 但再把這個壞的換掉 讓我們新陳代謝更快一點 也許對臺灣的進步是會有幫助 我們再來看看 這件事情當然對時代力量造成極大的傷害 可是換個角度恐怕對國民黨 特別對民進黨那個傷害 恐怕也會非常非常的深 來看看 時代力量前黨主席徐永明涉嫌捲入SOGO收賄案 跟前立委陳唐山同樣獲得交報 他五號原本要用視訊向紀律委員會說明 不過卻在說明之前 表示為了顧全時代力量大局 宣布即刻退出實力 時代力量代理黨主席邱顯智 隨後表示 徐永明已完成退黨手續 總統蔡英文出席民進黨中常會被追問 會不會開除民進黨立委蘇正清黨籍 他面對鏡頭不多談 蘇正清遭北院裁定積壓禁見 也被民進黨祭出停權處分 民進黨發言人指出 蔡總統在中常會表示 八年前民進黨也曾被貼上貪腐的印象 花了八年才甩去標籤 強調建立親運很難 毀掉信任很容易 發言人轉述蔡總統話說得很重 如果黨內沒有自覺 2024年要延續政權 將成為艱難的挑戰 而面對蘇正清仍擁有中常委的身份 中常會沒有討論相關的後續懲處 至於國民黨立委陳超明廖國棟同樣被羈押禁見 兩人也遭停權 國民黨主席江啟成表示 一旦確認羈押後 立刻給予停權處分 將是攬移未來的處理原則 面對自家立委涉攤 江啟成重申絕不護短 黨籍因是最後防線 也只是考計會 嚴禮修正黨籍處分歸程 黨內同事一經收押 或者法院裁定高額交保金 都應先行停權 彰顯更高的道德標準 記者洪捷中志成 吳家寶 張鈞豪 臺北新竹報導 不過老師真的還蠻同意 方老師剛剛所說的 不管是所謂的是否停權 真正的關鍵在於制度性上 你是不是在立法院 能有所謂的防閉機制 我們很快來看一下 所謂的陽光豪擊法 還是照不進立法院 特別最重要貪污治罪條例 那立法委員跟議員 都是廣義的公務員 都是受到這個貪污治罪條例 所規範 但是他很重要 他要說你是違背職務 違背職務是什麼呢 做不法的勾當 你不能牽結的 你不能做的呢 你去做了 這叫違法 違背你的職務 或者是不違背職務 那就是什麼呢 你本來就要審查 你本來就要發照 但是你要嚴格審查 可還是寬鬆審查 都是你的職權 在你職權內 或是在你職權外 你跟人家要錢 那立法委員要了錢 那後面他開了一個記者會 公聽會 參與修法 這個到底是不是他的職務 叫不違背職務收會呢 恐怕很難被法認定 也就是說 你要拿貪污治罪條例 來自立法委員 難上加難 這就是剛剛我們一談談的 不管是中藥商 或者是亞醫師公會 行會呢 要定罪是很難的 貪污治罪 沒有 我們來看看下一條 下一條呢 財產來源不明 這是要財產來源不明 查一時 你講不出來 你的錢哪裡來的 這個要抓去關 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那你如果說 沒有啊 我這個嬌囂 沒有啊 我跟理恆都照的 沒有啊 我怎樣怎樣 我路會抓的 如果檢察官或法官 相信你也就算了 但所以你要用財產來源不明 去辦這些人呢 也辦不到 這個也沒有用 我們來看看下一條 另外一個遊說法 遊說法是說 你明代不可以為自己 或關係人來遊說 如果遊說怎麼辦呢 罰五十萬 好 李恆榮又不是他的關係人 也不是他本人 也不是他配偶 也不是他親屬 所以你為李恆榮來遊說 沒事 遊說法是完全管不到這個 這個也一點用都沒有 我們再來看看下一個 所謂的政治獻金 這個就很好用了 這個真的很好用 你在職務上 在立委期間拿再多錢呢 你說啊 這是政治獻金 不好意思 我沒申報 我就說 我沒申報 所以我沒有申報 我只是違反政治獻金法 違反政治獻金法呢 罰多少呢 罰錢而已 不用關 所以你這個時候他會說 我這個是政治獻金啊 他對我所謂的政黨 或者是對我個人的政治的捐獻 那只是我忘了申報 我漏了申報 或者是說我沒有在選舉期間 去拿錢 我就依照政治獻金法 了不起罰錢 我還是請教一下范老師 陽光真的照不進立法院 也不是啊 我甚至還是回到 講制度的問題 因為大家知道有一個 可能大家不知道 有個國際透明組織 他其實有個臺灣分會 他們每年都會做清廉 跟貪腐的一個分數 那臺灣呢 在亞洲 輸給去年 2019年輸給日本 新加坡跟那個香港 日本七十三分 香港七十六分 新加坡八十五分 那但是比中國跟南韓好 臺灣得到的是六十五分 所以他就是說 你很難講說日本人 或者香港人特別連結 覺得如果我們不想要 從文化跟道德角度講 還是有一個制度的問題 那我們剛剛前面講的是 貪污治罪條例跟遊說法 其實就像剛剛說的 目前的遊說法 幾乎沒有牙齒 而且你讓內政部管 這個就找出單位來管 因為內政部是被立法院 就是說監督的 那我覺得這是一個 就貪污治罪條例 遊說法怎麼處理的 那剛剛就是說 那個基進黨講到的 也是我想講的 我覺得另外一個還要根本 降低民選的代表 對財 對經濟 跟對財團的經濟依賴 為什麼這樣講 因為各行各業 都可能收賄 可是為什麼政治人物 特別容易收賄 一方面當然 因為他權力影響力很大 跟官員一樣 就是說他可以影響決策 所以要針對他們 第二個也因為 他們非常多人 對金錢特別需求 那每個人都想賺錢 為什麼這群人特別容易誘惑 那我就要講就是說 因為政治人物的風險 非常的高 是 就像你今天主持有話好說 可是四年後就不是你主持了 你都沒有工作了 所以那個要選上 要不然你的前途 就完全沒有了 而且這個社會 不會同情落選的人 就是說就會認為 你能力不夠 那如果你政治現金不夠高 就是說 因為你當選 就像你剛剛一樣講了 就當選機會不夠高 所以他要維持 就是說當選機會高 然後募款高 非常的重要 所以我覺得就是說 那可是不是全世界 都像臺灣這樣子 因為我自己之前做過研究 就是說在德國選上的地方 議員只要花政治現金 整個選舉花費 三十萬的臺幣 是 臺灣的話 你他的十倍 可能都很難選上 沒有議員 你不要選立委 是 我們想講議員 只要講地方議員 立委的話是更高 你去看我們那個 政治現金 平均都兩三千萬的 那你說小兒捐款 有辦法捐到兩三千萬 如果你真的是不可出事的明星 也許有可能 但是大部分人不是 所以他其實最後 還是會來自於 依賴企業的募款 那社會學家 那個我的同事 李鍾榮 他有研究過 其實臺灣的企業 他在最後三個月 才會下他的捐款 他就在找 那個當選機會高的 所以基本上 你說這是因為理念 他基本上 我想可能有一部分人 是因為 譬如說 激進黨的 臺度理念支持他 可是有蠻多 不是這樣 那他一定會多多少少 不是所有的人選上 都會被影響 可是說多多少少 有一部分人會被他影響 所以我覺得 這個如何降低 就是說修法跟制度 降低臺灣選舉 這麼高的花費 降低民選的官員 民選的明代 對財團的經濟依賴 也是我們在做清廉 整個國家的制度改革 我當然完全清楚 你長期都在推動 所謂的公費選舉 這件事情 其實我現在不喜歡用 公費選舉 因為這個是錯誤的理解 說選舉的公共化 為什麼德國人議員 年輕人只要花三十萬 幾億才能選個立委 但我想問的是說 所以接下來 這是可能臺灣人民 對於民進黨的觀察指標 是接下來的立法院 民進黨是不是積極推動 包括遊說法 包括貪污自罪條例 以及類似公共選舉 公費選舉的修法 如果沒有的話 民進黨就是打假球 對不對 至少我會努力推動 也會遊說黨團 因為我想這個部分 就是說 我們是多數黨 那有責任率先要推出 那我想這個部分 就是希望能夠遊說大家 就是說一個好的制度 還是像我剛講的 國際透明組織比較的話 我們臺灣在很多地方 可能都比香港 新加坡強 可是為什麼在日本強 為什麼清廉 這個部分會輸給他們 我覺得就是說 那英美其他國家 也可以去思考 就是說因為我們的民主 是新的 所以我們在遊戲規則上 更需要去修改 因為新加坡是一個威權國家 我們可能跟他比較的話 意義就不是很大 所以我想這個部分是 遊戲規則上 我們應該要一起去努力的 不過主義你剛才也談到 新陳代謝 新陳代謝 不太可能期待 個別的人或個別的黨 自己的自立 新陳代謝 一定是期待整個法律制度 甚至立法院自己 我們昨天也有談到 立法委員或是議員 杯葛議事 他要送紀律委員會 像花蓮就有議員被停權 因為他說 你不行 你要好好質詢縣 縣長啊 結果他好好質詢 他就被停權了 我想問的是說 議員立委呢 如果說在意識上杯葛 主擾的話 他可以送那個紀律委員會 立委議員拿錢 從來沒有人因為拿錢 這個動作呢 送到紀律委員會 然後把他立委 或是議員的資格呢 停權 包括立法院國會的自律機制 包括剛剛我們談的 那麼多的陽光都進不去立法院 包括所謂的選舉 可能要花幾千萬 其實我知道 大概真的要選 要花到億 幾千萬 那個是所謂的 那個那個申報的時候 不合時申報 才是幾千萬 真的花都是花到億以上 如果你花到億以上 你要欠多少人人情 你難道不用幫他講話嗎 你難道不要這邊撈一下 那邊A一下 不然你花出去的 怎麼批的回來 我想問的是 制度怎麼新陳代謝 目前像是在 剛剛對談之中 我其實像對我來講的話 我真的覺得說 就是有很多是打中我內心的點 就像說在信聰 跟柏洋在談的過程之中 其實我會感受到說 其實歷史是真的不停在重演 各個可能從民進黨 一路到時代力量等等之類的 然後的時候 在一開始的時候 絕對是充滿理念 那但任何組織 他一旦是變大的時候 這都當然很難確保說 這理念是能夠貫折到 每個人身上 所以這邊還是回頭 回到像剛剛范園老師 信聰所提到說 在制度的部分 這時候還是要靠制度 來規範這些事情 那也很實際 例如像是剛剛 明雲姐也有直接提出例子 告訴我們說 但現在最大關鍵就是說 我們的這些 陽光服務法 或是我們過去的 這些案例 就是沒有辦法成功的 杜絕這些狀況 那這些委員們 可能有收錢 可能最後是無罪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我是覺得說 與其 與其像說 例如像 可能執政長提到說 今天 今天如果這個 目前針對這個貪汙事件 如果沒有做好的話 可能會對政權 會有影響的 但我覺得說在這時候還更不如是說 各政黨的立法院黨團 然後出來出來表態說 就要針對貪汙相關的法規 進行討論 進行檢討 然後進行相關的修法 這邊講個很實際的是說 例如像是當時在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六年 當時我在倡議說 那個罷免法規應該要調整的時候 那在那時候就是 例如光是以今年的六月六號為例 當時就是有韓國瑜的 韓國瑜市長的罷免案 但也很實際的是說 如果當時二零一六年選罷法規 沒有修法成功的話 其實後面也不會有說 二零二零年這個罷免案成功與否的 這個事情 但為什麼這個 在那時候在推選罷法規的時候 那在推罷免法規修改的都 其實那時候遇到很大塊是說 因為立法委員他本身是利害關係人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光是以罷免法規為例 他進入選罷法 他進入選罷法 在那時候已經超過四十幾年了 可是他幾乎沒有修過幾次 幾乎 然後有修 幾乎都只是把門檻往上拉 然後這時候沒有其他的做 其他沒有做其他滾動 那現在回到這個例子為例的話 其實也是可以理解說 對委員來講 如果他去提這些法案的話 可能會得罪同僚 然後可能會是 甚至會影響到大家自己 但我覺得這就是一個 現在四大黨團要出來表態說 我很重視這個事情 那我的黨團要來修相關的法案 這都可以來看各國相關的案例 換句話說 現在在期待立法院 自己說要來修法 這個叫原木求雨 癡人說夢 唯一能做的就是透過民意 去逼迫現在所有的政黨說 你要來去做這件事情 然後逼著立委去做 這邊的話 我覺得也像 例如像剛剛在討論的時候 有些立委可能形象就不好 今天他可能抱著這件事情 可能對他未來投票有沒有 上與否沒有影響 所以這邊第一個回頭回 還是說我們公民 現在雖然有代議士來幫我們做事 可是我們公民本身是要在乎 相關事情的 我們越表現出我們在乎 這時候對於政治人物來說 他的威嚇才會是更大 那另外各個國家 各個民主國家來講的話 他們也都會有類似的問題 例如像說 剛剛我有提到說 遊說法 臺灣是第三個有遊說法的國家 那前面是美國和加拿大 那以加拿大為例好了 像加拿大他們是有成立 誠信專員辦公室 簡單來說就不像我們現在 我們現在是在內政部管 那由內政部 內政部會受立法委員的牽制 而加拿大的案例的話 今天這個誠信專員辦公室 他是一個獨立機關 那他他有專職人員 然後他來可以來輔導 那個公職人員 或是其他要遊說團體 如何來進行登記 那相關的法案 各國也都有許多案例 我們不會是只有臺灣遇到 那在這邊的話 我會覺得說 今天各政黨有心的話 其實像我在很短的時間之內 我也是可以整理了 一大碟的各國的相關案例 那這邊只是摘要而已 那今天我就會覺得說 那政黨有心要做的話 我不認為他們做不出來 不過明玉跟柏洋 我要請教你們兩個問題 一個就是說 您剛剛明玉 剛剛有談到陳超明的事情 說他這個說 這個是政治獻金 不過我們來看看 政治獻金的規定是什麼 如果你自己 你沒有開公司 在做事業 你可以對 如果范雲要選 你可以了不起 捐十萬給他 了不起這個 我如果有開公司的營利事業 我可以捐一百萬給他 那也許 如果真的是叫一百萬 陳超明拿的是政治獻金 一百萬 也許是合法 但他必須在投票 立委投票前一天 這個帳戶就close掉 你要在之前那段時間給 那才叫合法 好 如果是當選之後 才給陳超明一百萬 說我這個是叫政治獻金 拜託公司法 大家一起努力 這個呢 其實也很難構成貪污之罪 他了不起呢 就違反政治獻金的規定 罰錢 對 我們講到有刑責的部分 是說呢 你根本沒有開政治獻金的帳戶 你根本沒有選 你去收人家政治獻金 這個要寬三年以下 但這個是不是非典型的政治人物 那是所謂的違法收錢 那只要你曾經開過一個帳戶 你很容易就用說 我只是違反規定 那麼行政罰款而已 這是一個 所以在政治獻金上 我們有一個立委 很大很大的漏洞 第二件事情 我特別要請教兩位 我還是認為臺灣 有很大一個民意 是期待在國民黨民進黨之外 一個新的進步的一個政治力量 那個政治力量 是符合我們現代治理原則 現代政治文化生態 以及所謂的臺灣 不管在主權上 在未來的進步性上 在資源分配的公平正義上 都能夠讓臺灣更加進步的 一股政治力量 但很顯然 這樣子的一個期待 在這一次受到很大的傷害 特別是在時代力量的部分 我們來看看 當時時代力量的崛起 以及這次時代力量的挫敗 2014年的太陽花運動 改變了臺灣的政治版圖 為了延續太陽花的政治影響力 林峰正等人在隔年成立了新政黨時代力量 時代力量在2016年選舉中 與民進黨合作 在艱困選區推出多位高知名度的候選人 包括洪仲秋的姐姐洪慈庸 閃靈樂團主唱林昌左 以及中研院研究員黃國昌 時代力量也成功進軍國會 獲得五席成為第三大黨 政黨輪替後 時代力量和民進黨開始產生矛盾 雙方在勞基法和礦業法等議題發生衝突 該靠向民進黨還是走自己的路 如何拿捏與執政黨的距離 成為時代力量的最大隱憂 蔡英文總統 請你站出來 這個就是你領導的 政黨的國會的表現嗎 這就是你當初 跟大家許諾的國會改革嗎 雖然2018地方選舉 時代力量的議員 成功插起許多縣市 但黨內路線衝突卻越演越烈 2019年立委林昌左和洪慈庸相繼退黨 引發泡沫化的危機 2020這場選舉已經剩下五個月的時間 已經沒有什麼時間再這樣消耗下去了 如果我留下來 對大家來講是一個羈絆 那我願意成全 我願意成全時代力量往他要的方向走 歷經了退黨風暴 再加上新成立的台灣民眾黨夾沙下 時代力量還是在2020大選獲得超過一百萬的政黨票 保住三席立委席次 如今時代力量捲入黨主席徐永明收賄事件 讓這個年輕政黨再度面臨巨大的挑戰 不要我這樣講 當然有一點不是那麼樣的那個公允 但很顯然黃國昌在批評民進黨批評蔡英文的時候 那樣子的批判也適用在時代力量自己這個時候 我想問的是說很顯然台灣還是期待一股新的政治力量 新的政治文化 有辦法延續這個期待嗎 我想就是說如果我們作為第三勢力 現在台灣社會當然有一股力量是認為說 他們對於國民黨民黨是投不下去 希望有一股改革能量 那這股改革能量 他應該要做的是強化 讓民眾可以直接或間接的監管 就是說也就是我們所謂看到的透明化 而非去強調說 我這個第三勢力是台灣唯一的解藥 或我個人黃國昌 我柯文哲是一個政治上的英雄 他應該要拉近的是民眾跟政治之間的距離 所以我一直認為說第三勢力還是有他存在的一個空間 而且他是必須要往法治化的方向去使用 所以剛剛我們有聊到陳超明 陳超明是被認為地方實力相當雄厚的 那所謂的地方實力雄厚這幾個字 是代表他很有理念嗎 不是 是代表他服務做得很好 那如果說當台灣的政治環境變成是說 每個他大部分的立委在強調地方的服務 而非在於中央的法治基礎的改善的時候 那會發生什麼事 發生就是像現在我們看到蘇貞慶的案子 所以我認為說如果要根本性的改善的話 可能我們國會不分區接下來要修憲 我們國會不分區的席子 可能必須要增加 讓代表政黨理念的席次增加 讓地方服務的席次減少 讓他給議員來做的時候 這個時候我們可能有可能會讓 就是剛剛我們提到說 立法委員可能沒有辦法自己去修正 要監管自己的法案 但是如果說是不分區的席次增加的話 如果說是直接的民意 透過不分區的實踐 讓這件事情可以發生的話 那我覺得他是有可能的 因為不分區他們其實沒有地方服務的壓力 他們反而可以專心在於中央法治基礎的 這個修正跟補正 好那我再來提到就是說 其實台灣基層很常發生一些 質詢率0 出席率0 但是他卻一直不斷 可以當選的議員或民代 怎麼辦到的 當然就是他的地方服務做得很好 他讓民眾滿足於現狀 比方說有牧林基金 比方說有一些地方性的建設 但是民眾看到現狀的滿足之後 他沒有想到長遠下來 其實你還是被這些政治人物給剝奪的 所以我覺得現在現階段必須要去改善的 反而是說我們這種代表理念的立委的席次 有沒有辦法去做增加 那個接下來就是說民進黨 在接下來的修正 他們必須要表態說 這件事情有沒有辦法可以來推動成功 不過柏陽剛談到那個是可能補充 為什麼那是理想性更高 但難度更難的 就是我們在單一選區立委席次的時候 採取這個叫做連立制 也就是當如果是50%的民意 要給民進黨 就算民進黨的區域選得再爛 他在立法院就是拿50% 這就是所謂的 讓不分區的那個比例會拉得很高很高 不過這是一個更高的限改的層次 我再請教一下小玉 所以這件事情分別對民進黨 對時代力量 將會造成什麼樣的傷害 而對未來的政治局勢又會有什麼變化 坦白講啦 就是說 因為這一次 如果說要政治觀察來講的話 我覺得對 因為這次是各黨各派都有涉入 所以你民進黨 你看民進黨也沒辦法罵國民黨 國民黨也沒辦法推給民進黨 因為是兩大黨都有 大家都流血 所以大家都沒事 我覺得相對對 對實際上說對民進黨很傷 可是因為這個蘇嘉全已經下臺了 等於說是火速的止血 而且蔡英文總統也出來說重話了 等於說藍綠各打五十大半 反而我認為說這件事情對時代力量是特別的傷 你看這一次 剛剛不是剛剛撥一個黃國昌嗎 結果我們三個突然就講說 哇好懷念 國昌兄的那個咆哮 當然就是說因為他去揭蔽 他時代力量其實最 就是說大家最記得他的 就是黃國昌去揭蔽 可見大家就是說對於這個第三勢力 或對小黨來講 他會監督制衡 扮演一個藍綠之外 大家的力量 其實大家對他是很高的一個期待 那回過頭來講說 你說當然我們今天講了很多的理想性 我也是覺得蠻感慨的 我覺得還是兩個 第一個政治獻金法 這個一定要嚴格的修法 比如說我覺得把法則提高 沒有讓你在那邊唬爛 就說什麼我忘了申報 然後或者是怎麼樣的 這個就是說你在選錢 就是當選錢能收就 就是就是在那個規範內 你當選後不能收就是不能收 沒有說抓到之後 收了就抓去關 對這個沒有 不要罰錢 沒有說什麼我忘了申報 沒有這種事情 收了之後就沒有立委資格 但是最後還是要講一下理想性 我覺得還是就是選民的素質 大家一定要記得 就是羊毛出在羊身上 如果說這個立委 或是這個議員 他花了很高的這個費用 比如說紅白鐵這個每個都什麼 灑五六千 那這個就是花很多的錢 比如說掛那個看板 看板一個三四十萬耶 你光掛個十個月就三四百萬了 他當選之後不會撈回來嘛 那另外這一次被收押的一些助理 我就覺得蠻奇怪的 有些民生本來就很差了 那為什麼這個民生很差的 像在地方 你立委還要用他 對你還敢用 不是其中有一個曾經 在賴清德的這個國會嗎 後來賴清德也不要 跟賴清德理念不合 又跑去別的辦公室啦 其實這些立委你看 我們都會說嘛 有的還開馬沙拉地 搞不好對立委來講 這個是業績好 他開馬沙拉地來立法院耶 他一個助理 一半